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進園 今天是2024年2月17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提醒各位 警方繼續打擊亂馬路 近日亦有不少人遭到票控 當中年紀最大多少歲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雙亦說說各大的奇聞怪事 話說有位港男遭到陌生女子 用多個不同的電話號碼 瘋狂致電 就罵這個男人勾引她的老公 奇怪 男人勾引她的老公是怎樣的熱話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警方打擊亂過馬路 截停不遵守交通規則和亂過馬路的行人 期間合共飄控綠男三女 年齡乎43至86歲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提醒各位老友機 亂過馬路繼續有人會飄控 之前也說過除了軍裝的警務人員之外 有機會是便衣都會做這件事 結果近日原來年齡最大都中招的就是86歲 所以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以免荷包受損 加上亂過馬路的確是有危險的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的進展 有關美斯之亂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主辦方前言不對後語 再惹來疑團 政府是否只得一招來追查真相 報導幾條問題 隨著主辦方回水一半過後 阿根廷球王美斯訪港表演賽 只坐風波 本來已經站高一段落 但主辦方的主席兼行政總裁 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的時間 對何時知道美斯不能上陣的時間點 又出現前言不對後語 為美斯之亂再添謎團 究竟怎樣才能令真相大白呢 綜合多方的消息 認為為今之計和 只能寄望海關的調查 當中有行政會議更加坦然 引用立法會的上方保健 權力及特權法 去作聆訊是絕不可取的 內文提到事件有新發展的 相關主席在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的時間表示 他自己是在比賽前15分鐘才知道美斯不下場比賽 不過翻查相關的官方聲明 在2月5日當時他就說 是仍然相信有機會那些球員 包括美斯會上場 在上半場結束後 國際賣阿密管理層表示 美斯因為傷患而無法出賽 大會已即時通知港府 當中也提到美斯之亂的真正原因始終備受關注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滿足各方面的好奇心 有行政會議成員和政府內部意見都認為 海關仍然在調查球迷的投訴 相信海關會盡量發掘到當中到底發生什麼事 掛出盡量多的事實資料 但最終能否完全滿足外界 現時也難以判斷 被問到美斯之亂變作歷史謎團 應否重啟有立法會議員 一度構思引用的上方保健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傳召各相關人等 到立法會交代呢 該委行政會議成員直言 萬萬不能 因為事件純屬商業活動 如果提升到立法會要出竅這個上方保健追究 對本港的商業投資環境帶來負面影響 難以估量 這已經不單單是推動城市經濟的問題 而是涉及整體營商的活動 擔憂外界會因而對投資香港 卻步感化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若然這件事動用到達權法 傳召主辦方 甚至有機會傳召美斯 來到立法會作聆訊 事件也可以說是國際巨大新聞 據報行政會議成員不知哪位 說萬萬不能 千萬不用得 因為事件純屬商業糾紛 若然突然有立法會加入 情況相當頭痛 看來會令不少外資對投資香港卻步 當然事件相當奇怪 謎團重重 主辦方日前說自己是不知情 不過說漏了嘴 在接受另一個外媒訪問時 說自己在比賽前約翁15分鐘 知道美斯不能落場 究竟哪個版本才是對的呢 另外若然如之前有位議員沒有記錯就吳傑莊 動議用這個特權法 當然 當時記者問吳議員 吳議員說不是 是誤會來的 美麗的誤會 他沒有這樣做 因為若然在香港真的用特權法這樣傳召主辦方也好 若然他們不肯上立法會 警方是要採取拘捕行動 是相當大陣仗的 所以事件會如何發展 各界都拭目以待 另外亦說過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有個陌生女人用多個不同的電話號碼 瘋狂致電 騷擾了港男一正慢 港男說 他說我勾引他老公 這個說法引起爭議 報導的內文看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 西環變話時發帖文 說2月15號凌晨 不停收到同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 就說這幾個電話號碼 騷擾了我整晚 通話記錄所見 有三個不同的六字頭的電話號碼 最早凌晨4點多 就已經有這個來電顯示的電話致電 事主指那個女人不停電話轟炸 就說我勾引他老公 但他反駁指本人是男人 怎麼勾引他老公 又爺語對方是情人節的女失敗者 該名女子打來的時間是叫一個女人的名字 就說 但是我用了這個電話號碼都20年了 他懷疑對方是喝醉酒鬧事 又怕大聲鬧人會吵到隔離屋 就說 傻人發現也不要搞到自己和隔離輪舍 事主表示 現在對方已經沒有再致電你了 鐵文引來熱烈討論 有網友覺得對方另有所討 可能是想索取金錢 就說 是不是得罪了人 不知道啊你 大部份的人就錯重點 就說 為什麼男人不可以勾引老公 所以很多網友就說 都不是可以勾引的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怪民一則 這位港男近日在情人節那晚凌晨 應該收到不同的電話號碼打來騷擾他 每個電話都是一個女人罵這個男人 為什麼勾引他老公 這個事主一頭暮水 結果將相關的內電顯示的截圖放上網 問大家意見有沒有曾經遇過這個情況 當然 怪民無其不有 若然大家收到電話內電資料 你又會怎麼辦 不如直接關掉電話 不聽電話就好了 還是有其他方法 不妨留個言聊天 另外也說過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青山公路運油車吊臂車相撞 司機 乘客都被困 封了元朗段來回方向部份的行車線 報導的內容提到 青山公路元朗段 今天2月17日早上約磨10時半 一部運油車還有吊臂車 在博外交匯處近這個Shell的油站相撞 運油車疑似修制不及 撞向前面吊臂車的車尾 運油車的車頭嚴重損毀 擋風玻璃爆裂 運油車男司機及乘客被困車箱 消防接報到場救援 將兩人救出 其中司機沒有受傷 男乘客就腳傷清醒 被送往牙醫院救治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希望雙者儘快康復 在這裡撞一撞 交通相對濟失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再見 拜拜